在克羅埃西亞的沿海小鎮伊卡 潛水員和岸上人員協力拉起了金屬籠子 裡頭是一瓶瓶的葡萄莓酒 開箱先嘗為快 參與海水收成的酒商以及試酒師 品嘗沉海一年的白酒 滋味如何近在不言中 包括法國在內的國家 有將葡萄酒放在海底收成的習慣 據傳海水的溫度常年恒溫 再加上隔絕日光以及洋流的影響 可以讓好酒的品質更好 伊卡港口的水汇集了阿爾貝斯山泉水 以及亞德里亞海的海水 當地的漁民在十年前意外發現 二十公尺深的海底有一片平原 抱著嘗試的心態 將幾百瓶的葡萄酒沉浸海底 一年後品嘗這些酒 發現多了酒窖收成所沒有的香氣 在酒上的積極參與下 將酒沉入海中收成再打撈上岸 成了當地的年度儀式 海底探勘人員拍下了在波羅的海六十公尺深的沉沒船身 一個格玻璃酒瓶被厚重的沉積物覆蓋 有些瓶身破損 有些則排列整齊 而且完好如初 經過探勘人員的解析 研判這些香檳酒的時間 可回溯到十九世紀 是俄國沙皇鍾愛的香檳品牌 而這艘船可能是在前往俄國途中實施成船 是在瑞典厄兰岛南方波罗的海 37公里处的地点 发现了这一艘沉船 除了香槟 也发现了矿泉水还有瓷器 目前探勘人员大致确认 沉船上的香槟品牌 这家酒商有专为沙皇制作的香槟酒 口味偏甜 尽管波兰团队最先发现沉船 但由于位于瑞典的海域 依照国际规定打捞沉船 必须经过所在海域的政府何可 而沉船物品最终属于瑞典所有 若能申请到许可 波兰团队就能将香槟 以及其他的物品打捞上岸 并且送交生产商建价 进一步评估香槟是否还能够饮用 公事新闻张鼠分编译